你知道塞罗为什么不纹身吗 原来背后竟还有这样的故事 曾经一位来自马德里的纹身家找到塞罗 想要为他在身上纹一个漂亮的图案 的确 球员纹身是件非常不足为奇的事情 何况这位纹身家此前更是 梅西·阿奎罗·托雷斯的御用纹身师 可当听到这个请求后 塞罗却温柔地摇了摇头 因为比起纹身来说 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 那就是工艺献血 的确 当很多人都只看到塞罗叱咤球场那一面时 很少有人知道他更是个工艺达人 从2011年起 塞罗就养成了定期献血的习惯 因为有规定 纹身以后必须等四个月才能献血 不然纹身的色料可能会伸入皮肤 进入血液循环 而在生命健康方面 塞罗绝不允许有一点点拖延 他不仅要保证自己按时献血 更要保证自己的血液健康 不带有任何疾病 就连西班牙国家献血协会 都向塞罗授予了杰出贡献奖 不仅拒绝纹身只为献血 塞罗甚至还曾捐献过自己的骨髓 2012年 当得知队友马丁斯的儿子 情况危急需要救助时 塞罗更是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 救了这个仅三岁的男孩 不仅如此 塞罗也经常鼓励身边的人也参与献血 多多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而不仅队友在他的带领下 也走上公益道路 甚至有塞罗的粉丝也大受影响 其中有一位粉丝更是表示 一位是总裁的铁粉 因此自己从2006年至今12年 都一直保持着献血的习惯 而对于塞罗来说 他做过的好事可不仅仅如此 不仅对自己的国家处处帮助 当中国陷入困难时 塞罗更是第一个战出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 塞罗更是直接大方地捐赠400万欧元 帮中国摆脱困境 而他也是唯一一个在汶川地震 帮助中国的球星 要知道他此前就曾捐钱 为甘肃建造了足球场 让原本只能在黄土中玩耍的孩子 有了一片绿荫场地 就连教育厅都站出来 发猛感谢塞罗 而在玉树地震后 他更是直接拍卖了自己的球衣 把所有的钱款捐赠给中国 甚至在2020年武汉疫情的时候 忙于比赛的塞罗也没有忘记中国 转头就捐赠十万欧元 帮中国筹备物资 的确 这大概才是优质偶像的力量 塞罗不仅仅是绿荫场上 很多人心中的神 总裁之所以能战赏巅峰 还依靠着一颗大无畏的心 感谢观看